一起事故 伤者倒地不起 两女一男却达成一团 夜茶酒驾 男子上眼花式吹气 交警大队 两人为何大吵大闹 试图强行离开 我干嘛 你们干 别动 我你们干啊 别动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山东省济南市交警支队民警刘洋 在一个清晨的大街上 两名女子和一个青年男子扭打在一起 两名女子的嘴里呢 还不停地喊着我被欺负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现场 这是干嘛呢 穿好了衣服 你别这样 女同志 你先别别这样 欺负我们女人 不是干嘛 要是这样 2016年5月28日 清晨六十二十分许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立城大队接到报警称 在花园路发生逆弃交通事故 到达事故现场后 民警看到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中间 轿车前挡风玻璃又破碎的痕迹 一位老婆倒在了路上 车辆前方围着一群人 其中两名女子扯着一名小伙子的衣服扑发 民警上前对他们进行调节 但小伙子和两名女子的身份 却让民警感到很是意外 原来这名男性青年 是倒在地上伤着的儿子 把他纠缠住的两名女子 则自称是撞人的一方 面对倒地不起的老人 两名女子没有采取任何救援措施 反而扭打住伤者的儿子不放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此时120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 赶到了事故现场 他们将受伤的老人家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民警则对双方展开了调查 两名女子声称 我妈在对面 我爹本来就是有脑袈穿 心情推脚不方便 然后从那儿走 我正好人心动 光一下 我今天飞 放开 他又跑回来 就那个姐姐撞 撞到你不是这个 不是我们 撞到那人跑了 不是不是不是 现在问我 我就说 就那个姐姐撞了 驾驶员就是他们 驾驶员就是这个 穿灰色的姐姐 驾驶员不是他 驾驶员跑了 伤者的儿子指正 两名女子中 穿灰衣服的 就是肇事司机 双方争执的原因 是出了事故之后 两名女子 想要离开事故现场 被他拦住 对于小伙子 这样的说法 两名女子 显得十分不满 我们是非合友的 我们打的车过来的 然后撞车了 司机跑了 把我们俩留在这儿了 把我们还说 这一次争执不下 在调查过程中 民警发现 两名女子身上 有浓重的酒气 而且行为显得 有些失控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是拿了 什么证出来 我看的 你拿什么 那是什么 要 这都要起来 你怎么 怎么了 民警一时无法判断 事故的真相 他们只能对 双方当事人的证词 同时进行调查 办案民警将受害者 家属指认的 两名女子 带到医院 进行抽屑检验 同时向两名女子询问 关于他们所说 肇事司机的信息 谁开的 人家开的 人家男的女的 男的 男的 男的女的 多高男的 男的 你不信吗 我算男称准 不信 当民警向两名女子询问 代驾司机的联络方式 以及长相特征时 两人开始闪烁其词 在抽屑取证结束后 办案民警 为了确保证词的准确性 将两名女子 带回交警大队 并将她们分开 单独进行询问 民警这样的做法 让灰衣女子 显得有些慌张 她突然发起了脾气 血验了 跟你来了 然后呢 好 给喝 还没满事 配个什么 然后呢 我给你采料 把东西先放下 好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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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是 然后呢 然后呢 说哪里 等于是我 来 等于是我 在发了一通脾气以后 女子仍然拒绝回答民警的问题 并开始对着执法纪录仪 自言自语 你管用不 什么 那我跟他说话 嗨 由于会议女子的状态 暂时不适宜继续询问 民警把她带到刘志市行酒 在此期间 民警调取了事发现场的监控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当天清晨5点54分 在花园路上 一位老伯正慢慢地横穿马路 此时一辆黑色轿车驶来 速度比较快 在靠近老伯时 轿车虽然采取了制动措施 但仍然将老伯撞到 在事故发生以后 穿灰衣服的女子从驾驶室下车 下车后 她没有看伤者一眼 试图离开事故现场 被老人的儿子追回 当天下午一时许 灰衣女子稍微惊醒了一些 民警向她出示了这段视频证据 面对监控视频 女子终于承认了 自己就是肇事司机 经过调查 这名灰衣女子 名叫许娜 事发前一天晚上 许娜和老乡聚会 几个人喝酒 一直喝到凌晨 聚会结束后 许娜出于侥幸心理 自己开车回家 没开出多远 就撞上了受害者 出事后 许娜想到自己是饮酒后驾车 会面临着较重的处罚 因此和朋友编出了一个 不存在的肇事司机 试图对警方隐瞒真相 调查结束后 民警对许娜的朋友进行了批评教育 如今受伤的老婆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经诊断 她头部受伤 左臂有一处骨折 全身有多处软组织挫伤 所幸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许娜的酒精检测报告显示 她血液中酒精含量 为每百毫升 219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 目前许娜的驾驶执照已经被吊销 而等待她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在酒精的作用下 这起事故的肇事司机做出了种种荒唐的举动 饮酒后仍然驾驶机动车 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更是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生命安全的漠视 在这里我们也告诫广大机动车驾驶人 一定要债生命拒绝酒驾 深夜街头 男子严肌爆发为哪般 哎呀 我说多少钱嘴巴打开 不用这么大动作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你来把这车子都抠过去 我也不动 对对对对对 男人也不动你不动你不动 你躺在那儿躺好躺好 大家好我是深圳交警熊重军 大家认识我手上这个东西吗 酒精测试仪 我们在每一次查酒后加车 这种行为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在有一次这个查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有一位嫌疑人 他浑身酒气 但是吹完以后这个东西没有反应 他到底是为什么 我在现场 2016年5月26日 湾生十一时区 广东省深圳市交警支队龙岗大队的民警 在龙岗区板田街道五河大道设卡时 发现一名驾驶员身上有浓重的酒气 于是交警请他配合检验呼气中的酒精含量 哎呀 我说多少钱嘴巴打开 不用这么大动作 吃气球就会吃吧 那就行 在交警认真讲解酒精测试仪的使用方法以后 驾驶员表示自己掌握了要领 这一口气驾驶员似乎吹得很足 嘴里还发出了吹气的声音 但是 酒精测试仪无情地出卖了他 哎呀 一点气都没有啊 有了啊 有了吗 时间不够 你去啊 你的体验多的 我赶紧赶紧 我不要赶紧赶紧 被民警点破 他之前只是假装在吹气后 男子对着酒精测试仪吹气的时候 还配上了种种浮花的动作 看起来十分卖力 然而仪器显示 男子的这套动作都是在演戏 没气啊 你这样没用啊 没踢出来 你别 你这玩意了吗 我又没有录戏你知道 围观群众越举越多 这名男子越演越投入 换了各种姿势 花式吹气 十分钟之内 他对着酒精测试仪吹了近二十回 却没有一次是有效的 交警兼驾驶员不敢配合 准备带他进行抽携检测 男子见自己无法逃避 只能停止表演 真正对测试仪呼出了一口气 可以了吗 我看看 看一看行不行 男子吧可以 我这算有醉 我醉酒 我醉酒 那你是醉酒 我醉酒 醉酒了 191了 交警随后带这名驾驶员进行抽携检验 检验的结果证实 这名男子的确属于醉酒驾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会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 目前该男子因涉嫌触犯刑法 已被移交检查机关进行进一步处理 而这名驾驶员反复假吹属于妨碍执行公务行为 将会以量刑从重情节予以从重处理 酒的东西小喝一情养生 大喝就容易出洋相 甚至丢了自己的小命 酒后驾车更是如此 所以在这儿得劝大家 酒后别开车 开车别喝酒 交警例行检查 却又重大发现 闪烁其次的男女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吉林高速交警王卓 2016年的5月13日 有一男一女 在高速公路交警支队 磐石大队的辖区之内 大吵大闹 并且不配合民警的正常工作 还要试图强行的离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在现场 2016年5月13日 吉林省高速公路磐石大队的两名交警 在审计高速公路磐石收费站出口处置进去 发现了一辆黑色轿车行迹可疑 试图避开民警的检查 为此民警上前对驾驶员进行查问 你好 车上是一名女性驾驶员和一名男性乘客 驾驶员见民警上前表现得有些紧张 只拿出了一张行驶证的复印件 迟迟出示不了驾驶证 因此民警坐上车 让这名驾驶员前往交警大队配合检查 在路上民警对车辆的证件逐一进行核验 而在此过程中民警发现了不少问题 这车是你们买的 我们特行的车 中文公司的 这也不是你行驶证 这也不是你行驶证 这个网马的 第一个驾驶证 现在行驶证先走了 还有你的驾驶证 然后你这个保险有问题 你这贴不对 随着查出的问题越来越多 民警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 女性驾驶员至今没有出示驾驶证 车辆的证件又对不上 车上两个人闪烁几词 掩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下车来 下车 下车哪儿啊 下车来 我没走 我给你驾驶干啥呀 你把你那个证件出示驾 我都给你打电话要的嘛 在交警大队院内 女性驾驶员拒绝配合民警的调查 他的男性同伴则在不远处不停地打着电话 五分钟后 男子找到民警解释说 车辆证件核对不上 是因为公司正在转卖开车 手续还没有办完 民警随后对男性成员的说法进行核查 发现这名男子所说属实 但是一名无法出示驾驶证的女性驾驶员 开着一辆证件核对不上的车辆 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 民警要求驾驶员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 以核验她的身份信息 对 我打电话问他 什么名字在 乱乱乱乱 你要什么名字叫条 你把送信号问一下 查一下得了 二十分钟过去 女性驾驶员仍然拒绝配合民警的工作 与他同行的男性成员则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民警趁机要求这名男子想办法提供这名身上衣的男子 却向民警透露了一个意外的信息 民警从男子的言语中推断 女性驾驶员应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到底是什么秘密 才使得这名女子如此紧张呢 男性成员为了尽快离开 从女性驾驶员的朋友那里 要来了女子的证件号 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民警将两人带到交警大队的大厅 民警迅速调取了两人的身份资料 经过调查 这名女司机的确没有取得驾驶证 而且她的违法行为不仅如此 同时交警发现 那位看似十分配合的男性乘客 竟然也存在着问题 原来在交警对他们的身份进行核查期间 这一男一女试图强行离开交警大队 他们离开的原因则与他们的秘密有关 经查证 这名女性驾驶员名叫刘慧玉 她车上的男性乘客名叫隋林 两人因为涉嫌抢劫罪 被山东来袭警方上网通缉了 在跟山东警方联系后 民警发现 他们涉嫌抢劫罪的原因恰恰与车有关 原来隋林和刘慧玉 伙同几名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用低价抵押名车做诱饵 将车辆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卖给买主 在买家付清车款后 再将车抢回 有数名受害者已经报警 而隋林显得比较坦然 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没有被通缉 实际上他的通缉材料 恰好是事发当天 被山东警方上传的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移交山东省公安机关 进行进一步处理 两名犯罪嫌疑人自作聪明 以为逃离了事发的省份 就可以躲开公安机关的追击 但是啊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不论是谁 一旦触犯法律 终将无处可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